原本看起來國民黨是領先的 可是在南投1億打完之後 就回到基本盤 Restart 重新開新局 國民黨跟民進黨誰都沒有贏誰 再加上有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有20%喔 有 有20% 柯文哲有20% 情況之下說 現在看起來台灣的選民 大概藍白是屬於比較可以流動的一塊 柯文哲越強 國民黨的這個候選人得到的票 真的就會越低 何況現在賴清德已經確定了 柯文哲也確定了 國民黨侯友宜 朱立倫跟郭台銘 還搞不清楚誰是誰 那這個時候對國民黨來講 消耗的紀律就會往上走 那當選的紀律就會往下修 沒有錯 這個 我很擔心這個朱立倫主席 重蹈當年換柱了這個 我是從歷史來看 你看看他現在如果提名的辦法 徵召侯友宜出來 但是賴清德的民調已經上來了 對不對 你徵召侯友宜 結果一徵召出來糟糕 輸賴清德 現在怎麼辦 他難道還要再找郭台銘 韓國瑜大家來初選嗎 市長你講這個我補充一下 如果 侯友宜真的就是要繼續撐到這個 7月才要公布的話 對 我現在就直接這樣講 大家不要緊張也不要下不了題 我覺得照這個態勢下去 7月以前 侯友宜如果要拖到7月代表態的話 很可能就會出現賴清德贏過侯友宜的民調啦 現在只差4%而已啦 而且還是南投選舉之前 我再強調一次喔 今天做說不定侯友宜就已經輸1%輸2%了 因為侯友宜現在深受其害的 深受其苦的就是南投他沒去嘛 國民黨的支持者生氣了 我看到劉家昌老師也講 不要他啦 對不對 歲月靜豪也是他 韓國瑜選總統說 尼克蘭他也不積極 然後現在連南投都不肯站出來 這種人我們不支持 那所以侯友宜正在受傷 好 我現在現在結論不是反串 很多人講說 洪宜翰到底是反串還是怎樣 還是在反鳳 沒有反串沒有反鳳 相比大家會講實話 侯友宜正在受傷 這是事實 南投那一晚他沒有去 是獨缺侯友宜 是事實嘛 那他必須跟大家說明 他不去的理由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替他說明嘛 盧秀燕 張善政跟蔣萬恩都去了嘛 可是侯友宜現在目前是國民黨民調最高 這件事情也是事實 那國民黨要不要讓民調最高的人繼續 那有人講民調不可信 那所以呢才會有那麼多的 有的人說朱立倫比較穩 朱立倫綠巨人2.0 郭台銘比較好啦 可是呢朱立倫跟侯友宜都是所謂 有經過總統大選 那侯友宜還沒有 朱立倫還選過總統大選 不過選不好381萬嘛 2016年 郭台銘是沒有選過的 我對國泰銘董事長完全沒有惡感 他買BNT我很感謝他 可是站在一個政治記者的角度看 他都沒有選過耶 會幫忙嗎 很難講 因為太多東西沒有經過選舉 沒選舉都不知道我哪說叫什麼名字 一選舉以後馬上連祖宗十八代小時候 偷看那個人家上廁所都被抓出來了 所以如果郭台銘真的成為總統候選人 對國民黨來講 他有支持郭台銘的人就絕對沒問題 他現在民調也不差 可是他檢視下去以後 民進黨會怎麼打他 據說民進黨弄了厚厚多一本 比我這本還厚喔 準備要打郭台銘 而且是2020年就準備好了 因為那年以為他會出來選 結果後來是韓國瑜 所以民進黨早就要對這個 這個刀斧手就要對郭台銘要處理了 那如果最後是郭台銘 國民黨要撐住喔 如果是朱立倫 那就是你的民調跟人氣 就是一直低你十幾% 你要衝上30%才有行情嘛 如果是朱立倫 說不定就就就就柯文哲贏了對不對 那柯文哲特寫一下 水 馬上就要贏了好不好 然後呢如果是侯友宜的話 那侯友宜必須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這個 目前讓國民黨的支持 都對他覺得說 你好像不是我們自己人 那這個問題他可能要解決 可是同時 他雖然跟國民黨的 深藍支持者不對盤 可是侯友宜確實是國民黨 我剛講這幾位當中 能夠拉到中間選票 可能不是國民黨員 他願意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的票比其他人多啊 對不對 那就是國民黨要自己做取捨了 我現在講這個你看強哥的表情 所以最最最最弱有所是 因為他是要選立委的人啊 對啊 要選立委的人 我真的選下去 因為我的總統候選人是誰 會跟去我會不會贏啊 如果總統候選人很強 說實在的很多地方 五五波甚至多一點都過去了 如果總統候選人很弱 我明明就贏了 但是我可能就輸給民進黨了 對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非常殘忍的這個政治修羅場 就看最後國民黨是誰出來 因為民眾黨柯文哲 民進黨賴清德已經是板上釘釘 不做他人想了 可是國民黨是誰 到目前還不知道 YAHOO